装逼为你飞起来 美国两米巨人拳王莱花踢馆 惨被中国大力士一拳打飞 紧接着更是乱拳打碎头骨 险些身亡擂台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 我们的中国最顶级重炮手李龙 大战美国两米巨人拳王卢卡斯 您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进攻欲望很强 火气很重 那么这个美国军人拳王在赛前也是嚣张扬言 你们中国人就是一帮矮小的侏儒 你们只能打到我的膝盖 而我却能一拳打爆你们的狗头 您听听这世人说的话吗 所以说我们的李龙也是霸气出山 表示一定要干碎这个卢卡斯 让他知道知道中国人有多猛 好的那么回到比赛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李龙面对这个卢卡斯 显得就是有一些矮了 但是不重要 我们的李龙身为最顶级的大力士 从小力大如牛 十几吨的卡车轻易拉动 而且是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将一个科技拉动了三百米 可以说是九零后最牛的大力士 那这个战术运用非常的灵活 它又有高扫期又有这个 您可以看到 卢卡斯也是在一开始啊 这个发动了一个猛攻之后 发现我们的李龙 哎呦不好对付 马上啊转为了这种慢打的节奏 试图跟我们的这个李龙脱节奏啊 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行为 那么这个卢卡斯呢 他本来是来中国挑战我们的另一位重炮手 也就是张志雷 但是这里最近啊 是忙着跟这个乔伊斯打二番战 做这个准备呢 所以说没搭理他 一气之下挑战了我们中国最弱的几个中国选手 给打成残废了 其中呢有五层一龙 那么打比赛受伤是很正常的啊 但是这个卢卡斯却恶意去打断我们中国选手的双臂 简直就不配称作为人 呃后手重拳一直在等着 而且他的拳度变化也比较多 他有攻拳有把拳有直拳 那现在前手四拳在不停 好的我们的李龙还是在找机会啊 毕竟对手很高 啊臂展和腿部都比我们的李龙要长 漂亮 打一个近身 李龙这个拳打得很冷啊 嗯 刺手那个前手的刺拳 他在点击 而且穿透性很强 对了 他前手刺拳 他的上勾拳都是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 嗯 李龙的动动 哦 你看这个后手 后手打中 嗯 洛卡斯也是有一些慌了 现在的话 把这个主动进攻占不到什么便宜 打后手反击速度又没有我们的李龙快 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调整自己的战术 哦 李龙也是怀疑颜色 来一个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看大级别的选手较量 虽然说出拳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但是每一拳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啊 比赛里面这个蓝方选手 卢卡斯确实跟我们印象很深 嗯 第一个他对这个队台很熟悉 啊 对这个规则 更主要的 大家知道他是连胜嘛 所以他那个自信心很强 这个卢卡斯的核心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啊 各种各样的花招也是频出 但是我们的李龙呢 一招先吃遍天 只做好两件事 防守和进攻 卢卡斯在第一回合 确实是没占到什么的便宜啊 还差点被我们的李龙一拳击倒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 他的前手次还是很有穿透性啊 是的 这个卢卡斯在第一回合主要的拿点 就在于他的这个前手次权 其实他的后手重拳并没有命中太多李龙 反观李龙的这个重拳也是有击打过这个卢卡斯的 好的 裁判是与双方选手稍安勿躁 第二回合比赛马上开始 那么大体量的这种擂台赛的话 对于体能的消耗啊 是很大的 我们的李龙也是气喘吁吁啊 你别看我们李龙这个头发上全是汗啊 对手是没有头发 所以您看不出来有汗 现在双方的节奏慢慢的变换了 李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扫踢 确实这么大级别在上面比赛这个体能消耗多厉害 好的再一次避之蓝边 哎呦 非西漂亮 这一记中摆 直接是给这个卢卡斯打晃悠了 好的 采访过来读秒 我们来看一下卢卡斯还能不能打 他在第一回合很多次的施展这个高 这个原地飞溪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呃 李龙对这个动作有了一个很好的预防 所以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对 这样给李龙就机会了 给机会了 哦 好的 很明显的李龙不想给对手太多机会啊 又是一次逼着篮角对拼 漂亮 好的 数字迷着同步 裁判拦着比赛结束 我们看一下精彩瞬间啊 直接KO了卢卡斯 不愧是我们的中国重跑手李龙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